大家好,欢迎收看3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封冰箱的新社国校 推动第一阶段新校园运动 获得400万元的补助 除了是加强哥马兰的文化营造之外 也结合艺术家以及社区的工班力量 来重新的改造校园的门口景观一项 而在今天是在校方特别举行了成果发表 为新社国小校名牌接牌后 校长余光玲与县长雪真卫 花莲县领馆处长杨瑞芬 代理乡长林景师等嘉宾 共同种下格马兰族的民族树苗代表赤童 欢喜祝福新社国小新校园运动能开之善业 冯冰箱新社国小推动第二阶段新校园运动计划 结合了在地艺术家公益匠师以及师生们的创意 营造社区校园美感 县长许真卫从校门口的乘风波浪意象 融入在地生态教育的生态池 到欣赏学生们传唱格马兰歌谣的文化语言成果 充分展现了在地格马兰族的风格意象 县长许真卫大表肯定与赞赏 我想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用心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娃娃是不是给我们的校长 给我们老师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好 掌声 觉得心怀感恩 你的生活会让心怀感恩 我们的力量会更大 教育部从2017年推动原住民重点学校新校园运动计划 花令县包括了复理厢的丰南永丰国小 瑞税乡赫冈国小 中区的光复乡太巴朗国小 以及丰滨港口丰滨以及新社三所小学都积极争取推动 成效卓著 县长许真卫肯定各校积极争取 结合在地社区部落特色 共同营造校园推动多元教育 让花莲的教育百花齐放 记者石玉兰封冰采谋报道